快过年了不少爱美人士都计划着把自己好好的装扮一番 想用全新的形象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新年 尤其对于女性伙伴来说 这个时候过年三件套 美甲美发和搓爪就该安排上了 尤其是咱们东北的女性都喜欢搓爪 昨天咱们记者也走访了几家店铺 看看生意到底有多红火呢 都说新年新气象快过年了 大家除了在过年期间给自己置办一身好看的衣服以外 有不少朋友也会在年前给自己换一个美美的发型 我们今天也是来到了一家理发店 从外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理发店里面员工们都换上了红色的工作服 看起来也是特别的喜庆 年味也很足 我们现在就进去问一下 看看年前过来理发的人多不多 什么样的发型比较受大家欢迎 因为要过新年了嘛 新年新气象做一个新的发型 新的开始 现在感觉人多一点 都是我是提前两三天预约的 就是刚才来的时候 屋里人很多 排了能有一个小时才能减少 过年了嘛 现在的生意肯定是比以往更能好一点 老百姓呢 可能就是过年都是奔着这个好兽头 做做头发了 买买衣服了 才买点年货了 这个女人嘛 都希望这个你过年的时候都能美一美 现在每一天的客流量大概都得是20人以上到30人那样 据理发店负责人介绍 目前每天的营业时间都有所延长 并且来做头发的人群中 女性顾客更多一些 染发的顾客里 暖色系发色在新年期间更受欢迎 营业时间呢 我们那个员工我也都是照往年都提前了 将近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 根据每一天预约的客流 来订他们上班的时间 正常以往我们是9点半营业 现在甚至我养我的员工有的时候是9点到9点 8点半给我与我打卡了 那除了理发店的生意比较火爆以外呢 那可能过年期间很多爱美女士啊 也喜欢做做睫毛 做做美甲 那我现在呢 也是随机的来到了两家美甲店 看看呢 临近过年这个做美甲 做美洁的人多不多 多很多 我们这些都有等着 就是前几天感觉都没啥人 我觉得从昨天开始就挺忙 过年了都美一美 平时也都做 但是过年的时候可能人会更多 过年的时候大多数红色比较多 红色的纯色的美甲比较多 除此之外 对于东北人来说 搓个大枣 更是年前必不可少的准备项目之一 临近春节 各大喜遇中心的顾客也越来越多 记者了解到 虽然美发 美甲 喜玉等 在年前生意都比较火爆 但价格较以往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相反 有的店铺还会在这期间 为顾客提供一些优惠活动 就像我们这样的店 一年我家就是都会做一次 这样的一个活动 会回合我的老顾客嘛 就是可能充值了 会有一些在汤染上 给他们一些折扣 好 好 好